没有问题 在接下来 可是 可是 就是会有一种文件 我在交通局遇过 他说 老师我这个地方 我这个地方 我不要放这个 横的1 我要放1.1 就是他要放把绿条文样式 可是这时候要怎么放 这都是同学问 在很多年前 根本就做不到这件事 可是后来他增加了 法律条文样式 所以我现在要教你们怎么做 可以了解 现在我要把所有的 那个标题样式改成 那个1.1 1.2 1.3 好 您看一下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是不是已经 直接改了这两项 所以这应该没有问题 所以我现在呢 我因为我又要再修改 这个标题 接成2的编号 所以我要点这一个 然后接下来 定义新的多层次 清单 而且现在是不是只要点这个2 一样 要套用到标题2 可是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请勾法律样式编号 所谓法律样式编号 不是真的法律在使用 而是说 就是像那个条文 第一条完毕 第二条 第三条 可是它接下来就是什么 1.1 1.2 1.3 就打勾 那请你稍微注意一下 前面 这个前面 要包含阶层 包含阶层 然后加一个点 可以吗 包含阶层 加一个点 为什么要包含阶层 就是那个阶层1 你要这么要打勾的话 它会变成用大写的 现在我就不要那个大写字 我要那个条文 就是阿拉伯数字 所以这个时候 一定要打勾 这叫法律样式编号 然后点选确定 好 我们一样从最前面开始看 你看这边 其实你看这边就知道 它就恢复正常了 可以 这样子一个编号 是不是我们乐见的 所以有两种 你会编标题二 当然会编标题三 我就不依此类推 记住真正最大两个 讲两件事的关键 第一个就是 在这个地方 很多人都会忘记这件事 包含 我在备课的时候 我做得很顺 然后我就把奖励那些 我都做好了 然后就寄给吴小姐 就寄给你们秘书 然后我今天早上我在上课 之前我有一个习惯 我在做做看 奇怪了 怎么都做不出来 12点了 我还没吃饭 听得懂我在说什么吗 原来就是这一个 特别提醒你 其他我觉得 这边下面的设定 你都很容易去掌握好了 好吗